马克龙夫妻生活奢侈 花475万买花卉 因法国民众不满 自从马克龙登上法国总统的宝座以后 夫妻两人就因生活的极尽奢侈而饱受法国民众的质疑 最近几年由于病毒的全球蔓延 法国的经济更是日渐衰落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传闻马克龙夫妻花费54英镑买花卉 折合成人民币就是475万 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更何况还是花费在买花卉这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上 54万英镑中有1.8万英镑用来购买植物 1.8万英镑购买兰花 2.88万英镑购买业类植物 36万英镑购买切花 马克龙夫妻在花卉上的花费是前总统萨科齐奥朗德的五倍 2011年奥朗德花费了11.7万英镑在花卉上 而萨科齐在任期间每年的花费是近13万英镑左右 可谓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马克龙夫妻的大手大脚引起很多法国民众的强烈不满 他们纷纷表示买花卉就是为了装扮爱丽社工 然而在病毒蔓延的特殊时期 又有多少国家元首或是大人物会来法国的爱丽社工做客吗 况且在此阶段法国的经济也遭受到了重创 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来试图重振经济都是徒劳无功 马克龙夫妻花费475万购买花卉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也有一些法国民众表示马克龙夫人不知人间疾苦 法国每一年的税收都在慢慢地增加 民众生活得越来越悲苦 总统以及总统夫人却生活得越来越滋润 分明就是在薅羊毛 而马克龙夫妻面对外界的这些舆论总是选择充耳不闻 可见这位总统走到街上被砸鸡蛋被删耳光也不是平白无故的 但也有网友认为马克龙夫妻买花卉是一笔公费 并非是自己享用的 就不应该受到法国民众的质疑 如果法国的首都爱丽社工装扮的差强人意 势必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形象与尊严 外来贵宾来到此地也会觉得很寒酸 回看美国总统办公的白宫 用特朗普的话说是金利辉煌 整体就给人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大到吊顶地面小到灯是鲜花装饰化 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十足的美感 可见美国历任元首都对白宫的装扮用尽心思与精力 如今马克龙夫妻花费475万购买花卉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用鲜花装扮爱丽社工不是很高的花费 也不属于硬装的范畴 再者来说很多国内的明星结婚都要200万元的鲜花 持续的时间仅仅就是两三天 这样一对比发现马克龙夫妻花475万买花卉 还真是把钱花在刀刃上了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明星结婚就是一两次而已 马克龙的爱丽社工每年都要购买花卉 轻打细算的话 马克龙夫妻在买花卉上的花费要高出好多倍 还是要像前总统一样优着点好 因脸引起更好的公愤 不知道各位网友们如何看待此事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